今天你能看到 教育局下发通知 有诚补课 零容人 事出欺巧 前任老公公为儿媳保媒 现在人家妈呀 姐姐呀 姑姑呀 都有 他们曾经见过钱 闻所未闻 15万彩礼 落入陌生人腰包 15万块钱过去了 说给这孩子 到后期他就不给了 这一回煲汤又能谈账 帅气美容师 能不能占领你的小心思 广东那边房子现在有房贷的 有房贷的 大概一个月换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现在不到3000块钱 陕西西安流水席 蓝蹄十三花 您吃过没 咱这十三花的话 是因为它这样久 是计量计量 有六个两层 七个七个混水 孩子跑警察追 一大一小 为啥上演追逐战 小朋友当时骑得蛮远的 我们跟着一路跑 得有一公里多的路 还是新年半 还是北方运道 还是大海热线 大家好 我是白杨 在下就是天天在电视上 陪您唠嗑的大海兄弟 今天是我们海洋组合 陪您唠嗑 这一算日子 2022它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日子就要刷刷的快 是啊 你说这小的时候 实话我就盼望着能够过年放假 就又能敞开了玩了 那光玩不行 那谁妈不得追调喊 你给我写着业去 我跟你说何止是写着业 我妈那是给我报了各种补课班 也就是说现在这孩子非常内卷 好像你不补点啥都荒废了孩子的青春似的 补课这事公正地说 有的确实是孩子的弱项 从学习角度补补无可厚非 但是无节制无理由地补 这孩子家长也确实痛苦 所以教育局三令无身 孩子需要减负 在职教师不能有偿去补 都很纠结很矛盾 老师说要补课下单上都送去了 如果你们不送的话 对啊 会不会对孩子不好是不是 会不会另外的眼光去看他 都会有这种 最近史阳市教育局印发了通知 对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 制定了四严禁六处理的规定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有偿补课 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现在孩子压力已经很大了 家长压力也大 四严禁指的是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 以各种名义组织要求诱导和推荐学生 参加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 参加由其他教师家长 家长委员会等组织的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教师参与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有偿补课 严禁在职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或他人介绍声援 提供相关信息 六处理当中是情节轻重 明确了对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的具体处罚 同时对存在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的中小学校的负责人也要问责处理 好多家长也知道现在不像以前 不会去举报这个事 现在真的都是实名的会去举报 但是我们这点还好 没有 学校也不会允许的 然后老师我感觉现在也没有那样 他就是真的是把好多事 比如作业了什么的 现在不是不让写作业吗 但是他会说一些 比如说下个星期要干嘛干嘛 比如说考个什么字词了 计算了 你自然而然 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做吧 这次沙阳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呢 也是再次表明了沙阳市教育局 对于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 凌辱人的态度 同时呢通知当中也强调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并且呢会对相关案件进行通报 或者公开曝光绝不顾惜 所以呢大伙一旦发现有在职教师 违规有偿补课的 可以拨打各区县教育局的公开举报电话 一起监督杜绝此类现象 我们节目平时也多次报道 曝光过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个例呢 为什么总有人去不守规矩呢 一个例子可以解释一切 也别光说老师 家长的心理啊 那就是学习不好的想变好 学习好的想更好 确实存在有的家长 追着老师让人给补课的 这个话题抛出去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肯定是观点不一 但请看清楚规定 打击的是违规有偿补课 你要真说老师在学校免费 给大家补课或者合理价位的收费 你说谁能不乐意呢 你非要偷偷的把学生带出去 一节客收上好几百甚至上千 谁又能扛得住呢 谁能不投诉呢 教授欲人很神圣 教育局通知发得好 借机敛财不可取 规范教育最重要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啊 这个结婚的时候 这彩礼都收了多少呢 因人而异的 这场面上有很多人都说 有点是那个意思就行 要啥自行车啊 最主要的还得是人好对我好 但是内心里是不是觉得 越多越好呢 其实啊 无论多少都是家里事 就怕这家里事 动了歪心眼 生活五彩又斑斓 和谐相处并不难 朋友间 林李间 父子间 婆媳间 兄弟姊妹走李间 家常理短常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理不知找谁变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师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说说彩礼 各个时期有不同讲究 比如说1980年代 讲究的叫三转一响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你看三样都能转 一响是收音机 现在呢 有的地方讲究 三斤三两一动不动 三斤三两指的是 彩礼得要三斤三两的 百元大票 大概是多少呢 15万 一动小气车 不动房子 得说这彩礼 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啊 还行 对于困难点的家庭 那就挺要命了 那真叫新媳妇 堂前一拜 老公公老婆婆十年还债 今天咱这故事的主人公 亚祥和小燕 这一对小夫妻 现在就被这彩礼的事 闹腾得是愁眉不展 苦不堪眼 亚祥就说了 当初他家给女方家彩礼 就是三斤三两 15万 可是呢 他们家的彩礼 钱的去处 和别人家不但一样 15万 这小燕娘家一分没落着 而是落入了一个 陌生人的腰包里 骑摩托车前来接记者的这个小伙子 叫亚祥 他说 前几天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的 是他的父亲郭凤 郭凤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日子一直过得 很是风平浪静 自从儿子娶了媳妇 家里就笼罩了仇云 郭凤说 没人当初介绍时 口口声声 说儿媳妇小燕娘家没有妻人 可如今却像变戏法似的 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出来了 原来小燕和亚祥结婚前 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她的前任老公公叫马国尚 是介绍人马春海的亲儿叔 我们大队支部书是童虎平 上晚家来给宝梅练了 她给宝梅练 那个 给宝梅说 这姑娘啥人没有 就一个人 我跟五角贵上说的 别说你那头有亲戚 你要说你那头有亲戚 这事就得花 他也是逼的 给他有逼的 你先一见那么就害怕 对 一见害怕 他就嘴对 哪下对我 就见这个 天下不得头人 你打害怕 别打精神都不好 小燕告诉记者 是马家人让他说了谎 对此他只能言听计从 否则就要挨打 其实在此之前 小燕已经做了 马家四年的儿媳妇 据他所讲 这期间他受尽了委屈 当时那衣服穿的 有不打好 有特点 往那手啊 马来着 马裂了 往那翻 这手的牙子全裂了 往那还出 可出 皮肤手指还出 还给我家那种 养育的 不干 那个就咋 对不对 你不干过你呢 你不干过你 你给家 那个就干啥呀 白吃啊 白养你啊 咋咋你啊 拿东西啊 拿棒子 删了它 拿棒子 你说这是嘎巴 你对也没听错 这小燕前两年 是住在他前老公家 不是他老公家 咱们再来看看 这小燕这双手 用小燕新老公 亚祥的话说 那刚嫁过来的时候 这双手 是妈妈来来 冻灭的 全是口子 那都是产牛粪 为老牛累的 虎口呢 拉那么长一大口子 连一针都没给缝 而且这前老公公 还动不动 就打小燕 甚至拿棒子打 那这问题就来了 受了这样虐待 那小燕为啥 还在前老公公家待着呢 那脚掌自己腿上了 他为啥不跑啊 我刚才儿子离婚之后 我想走 为什么我不让我走 也是让他们打怕 然后之后 我也没走 没走成 然后后果表 在他们手上 到底一本钱没有 现在他们之后 是过了三年之后 我们介绍 就介绍到老公家 就搞个对象 然后问我 他妈妈说问我 有个对象 他介绍给你 你同同有所同意 这么见 我跟那个怪 这么见的一样 如果小燕所说的属实 那么老马家 为什么以前 一直百般阻挠他离开 可这一次 介绍给郭家 他们又为何 一反常态 大力支持呢 从见面到结婚 无论是介绍人 还是马家人 都没有提过 小燕有娘家人 反而是马家 以小燕的娘家人自居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说还怕我们找他 去彩礼过 那他就不给他们 他就不骗他们 你怀疑他们怕 彩礼不归他们 他又说他姑姑和妈有 我们能给钱 过给他们 对不对 然后也会说 郭凤说 马家人如此殷勤地 把小燕 介绍给自己家 是无力不起早 为的就是拿小燕 来换取彩礼钱 这15万彩礼钱 绝大部分 都是郭家求亲告友 甚至是从银行借贷来的 这让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 你把媳妇娶到手了 然后彩礼钱又想要回来 那可能有的人又说了 那你媳妇娶了钱又要回来 咋是啥好事全分你的呢 那不是 我这钱是给儿子 和媳妇安家生活钱 他们给爸让的 要是他亲爹亲妈 咱们不能要 这不有个事 咱说这理说理啊 他这钱老公的花 还要挺别奇的 按照老郭家的说法 这彩礼是给小燕的 可拿想半路却出了岔子 他们来看的时候 就说给这孩子一点保障 说这孩子给他们家 干了四五年活 不能让孩子亏着 就这么的 也要给过点钱 过十五万块钱 这十五万块钱过去了 说给这孩子 到后期他就不给了 开始他说 给这个孩子是办身份证 办身份证 还给钱都打着孩子的卡里头 这句话是谁说的 马村和这个吴小辉说的 当时这写彩礼谁写的 吴小辉写的 完了在这期间吃完饭之后 吴小辉拿着钱去存着 存着开始 领着孩子去 没存上 没存上回来说这咋整呢 回来之后马村看来说 这给的钱我们拿了不行 拿了之后 孩子生不正回来给他打过去 到时候始终交婚 我听他们说就是没给 十五万的彩礼究竟是否 在马家人手里呢 对于小燕的种种控诉 他们又将作何解释 小燕的家里 又是否还有别的亲人 一个个谜团等待被解开 郭峰说 就在半个月前 他们找到了小燕的姑姑 我就是在亲姑 亲姑姑娘 亲姑 亲她有两个姑姑 两个 隔着房前面就是 那是太好了 我老妹 以前她是在这个团的吗 就是 上回来就有这团的 现在亲人 除了你们两位姑姑 还有一个姐是咋 还有别人吗 有 还有两个 一个出白歌 一个出白演 如此看来 小燕并非没有亲人 而且还不少呢 之前 有人不让她说出 有亲人的真实目的 就很可能 如郭峰所说 是别有用心 别说你头有亲家 你要说你头有亲家 这事就得过 这事啊 越听 就叫着这里边 真有事 小燕这前公公 给前儿媳妇又找个婆家 这勉强能理解 是吧 可能对儿媳妇好 但是 连蒙带吓唬 死活不让小燕 说自己娘家有人 这就特别反常 十五万的彩礼 前婆家给拎走了 你这算咋回事啊 再看小燕 现在这个精神状态还真不错 应该是嫁到老郭家以后 算是脱离苦海 日子过得挺顺心 用拨篮盖都能想得出来 是吧 当初嫁过来的时候 这小燕精神状态肯定不这样 要真这么明明白白的 也出不了这么小儿科的问题 现在这小燕明白过来 真把老郭家当家了 把这十五万彩礼的去处 查了个水落石出 也就是全家共同的目标了 那接下来 咱就得去小燕的前公公家 就是老马家去访一访 马上你将看到 事出欺强 前任老公公为儿媳保媒 彩礼前要是十五万 闻所未闻 十五万彩礼 落入陌生人腰包 从你开始那 你拧着还要去密村上 密村上回来说这咋整呢 回来之后 我把他家来说 这给那钱我们拿好多钱 光疼至极 前任老公公家拿走的彩礼 能否追回 气会包装又能谈账 帅气美容师 能不能占领你的小心思 广东那边房子现在有房贷的 有房贷的 大概一个月换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现在不到三千块钱 陕西西安留税席 蓝蹄十三花 您吃过没 那咱这十三花的话 是又没有啥酱酒 是计量计准 六个两成 七个七个混血 孩子跑警察追 一大一小 为啥上演追逐战 小朋友当时骑得蛮远的 我们跟着一路跑 只得有一公里多的路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好书宝 黄金油胶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 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 黄金油胶碗 去得了谈 震得了咳 停得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好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 黄金油胶碗 一公斤黄金树嫩叶 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谐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青肥粉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扮您健康百年 今天天气真不错 今天咱来篮球场转一转 给篮球场的小伙子们 也发点红包 走 哎 不对 这人是小线吧 你这 你这他还打篮球 他哪会打篮球 走吧 今天叫一叫 不行啊 这小子太厉害了 我得想点招 制他 哎 抢红包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抢线红包 骗我呀 这哪抢红包人 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看见红包可求点 出来二维码 按住识别授权登陆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拼手气抢红包 最高能抢88元 每晚七点半 节目播出期间 重场比较高 不仅是抢红包 新闻爆料 消费维权 一马直通 大海热线 我看你大白天 那一个人搁这打篮球 没对象的吧 您想知道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我们有庞大的会员 单身数据库 必须给你匹配个 有缘人 哎 干啥呢 找对象吗 你找对象 你别扫我 扫码呀 刚刚还没来得及 扫码的家人们 赶紧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 下放大日文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您要说加入会员 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好处我就多了 不但能抢现金红包 而且有很多 未来的各种福利 最新的 2023年的新版台历 是新鲜出炉 预计应该在 11月的下旬 就可以上市了 那只有会员 才有机会抢 而且这个里边 是不是还有什么 对联 福字 这种大礼包 内容多多 这里边你看 有什么对联 福字 反正您拿家去 过年家门口那套装饰 那就甭愁了 是吧 刚刚呢说到这个小燕脱离苦海 苦尽田来 这回啊总算是嫁对人了 那作为一个女生 我真的是打心眼里 为咱们小燕感到高兴 要不然老话怎么说呢 要嫁给懒汉 你天天过劳动节 嫁给骗子 你天天过忽悠节 你要是嫁错人了 天天都是清明节 嫁对人了 那天天都是情人节 当然呢 还有过七夕节的 一年看不着几面的 这小燕嫁给了亚祥 等于是嫁到蜜罐里了 俩人感情确实不错 但是当初掏出去的 十五万彩礼 让他们的日子 过得就挺艰难了 这趟去小燕的前老公共家 想要回彩礼 会是什么场面呢 锁上了 锁上了这事儿吗 咱看看吧 里面是没人啊 还是 你多长时间没来这了 一年多了吧 嗯 来到小燕前公公的家 这里已经是杂草丛生 人去乌空 没见到人 小燕尝试着 拨打了前任老公公 马国尚的电话 喂 喂 妈妈 你跟哪儿呢 你现在跟哪儿呢 怎样啊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没在家 你干啥 我啥也不干 我就回来看看 你现在跟哪儿呢 我现在在南方呢 南方哪儿啊 青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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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啥就回来啊 我正忙呢 我正忙呢 你到我正忙呢 喂 喂 喂 你好 喂 喂 喂 能听见吗 挂了 前任老公公马国尚 人在外地 又挂断了电话 小燕说 另一位和彩礼 有关系的人 是马国尚的侄子 也就是介绍人 马春海 在过彩礼的当天 马春海就在现场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拨通了 马春海的电话 郭家仁说 过彩礼时 还有一个叫吴小辉的人在场 于是 记者和郭家一家人一起 又来到了 吴小辉工作的学校 不巧的是 吴小辉今天 没来学校上班 随后 郭凤拨打了 吴小辉的电话 吴小辉的电话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15万彩礼前的去向 再次成迷 正当此时 郭凤接到了一个 自称是马春海朋友的人 打来的电话 我刚跟他通完电话 他咋说的 他说行 他说找他那时候 我说你就把这事化解掉 就拉倒把钱给拿回来 完了协商 完了移除协议 完了咱们就 就把这事整销 你拉倒得了 你整理我说 给拿多少钱呢 他给拿多少 他说给拿多少钱 你没说那钱数呢 咱们也没说钱数 我就说把钱当时给拿回来 你看看 你换句话说 你那么花两个花两个呢 他那钱是陈小辉 他为啥他花呀 你可为啥啥花 他花有啥权利啊 他 那在那人家说 待三年那也正常 待三年 待三年那啥正常啊 给他干活他都不说呢 还走开了 那你可拿两码事了 两码事 就是我跟你说 他现在他两码 他数不得让他数了回来吗 不是他两码 他数了回 得以他数了把钱拿出来 听明白没有 行 我等你听一下 这钱这回算是彻底当明白了 最终还是存到了 小样前老公公 老马的账号里边 打酒的跟第六瓶子的要钱 老国家人追讨彩礼 这回就算是冤有头战有主了 实在是要是费劲 那就可以通过法院来追讨了 我就纳闷 你说像这样机关算尽 把钱而媳妇的彩礼据为己有 这个良心能过得去吗 他不会痛吗 还是根本就没长良心呢 今天这事 你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就叫 未骗彩礼动心机 公共饱媒嫁儿媳 心急难吃热豆腐 只因闪婚 咒了气 最近吧有个事 我真的 我就气得鼓鼓鼓鼓鼓的 我就是 我就合计你说 这都得是什么样人呢 我要是有机会能见着面 我必须跟他掰开 不啥事啊 海哥你淡定淡定啊 我就说就是用一句形容就叫生可忍孰不可忍孰能忍神都不能忍 大家来看看吧 你看着没 就这么小的孩子啊 咱就说他还在那说得要掐死打死 你说这是人刚的事吗 哎呀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呢 它发生在陕西的西安 小田啊 喜得贵死 全家人别提那是多高兴了 花大价钱住进了月子中心 这月子啊住完了 小田啊 觉得这个月子中心照顾的特别好 觉得这个大姐啊 照顾他挺细致 就跟大家商量说 这以后啊 要以一个月 一万九千元的高兴 雇回家照顾儿子 他就说一万九啊 这真舍得花钱这是 我跟你说 那是为了儿子 多少钱那也是拼了 只要是孩子好 那就是最重要的 嗯 但是谁撑抢啊 这个温顺的肖大姐背后 却对孩子下起了狠手 哎呀 你说这事整的啊 你说这是不知道有摄像头吗 怎么还暴露本性了呢 咋不知道呢 小田说了啊 装了视频设备 还特意跟肖大姐解释了一下 不是因为不信任你 就是因为家里边安全啊 才安这么个玩意儿 但咱们分析啊 小田肯定也有监督 和威慑一下保姆的意思 但是万万没想到 对方压根没当回事 哎 你说到这我真不理解啊 你说这都给你录下来了 你说还有啥不承认 解释啥啊 是啊 结果刚开始啊 这保姆是各种狡辩 后来呢 小田给他看了视频 他才道歉 那道歉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打孩子是这事 换作是谁当家长 都是不可原谅 所以小田赶紧去带孩子 做了检查 这一做检查是吓一跳 孩子身上他有伤啊 哎 看来这个保姆打孩子 他不是头一回了 这是打顺手的刀 所以小田调出视频 挨个这么一查 好家伙 一周时间里边就有二十多次打骂 嗯 这么一算 这平均一天 这打三回还多 哎小田呢 觉得这个事啊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算了 啊 于是整理好证据 把保姆告上了法庭 这当地法庭啊 是受理这个案件 目前案件正在受理当中 所以这一类事啊 真是呃 每次看到都会非常生气 尽管它是个例 但是啊 一旦要是出了这样的事的时候 你说谁心情能够平复呢 谁说了这呢 大家看完啥感觉 你看完啥感觉 看完这给我气的 我跟你说啊 这海哥我也想跟你一样 都想削他 就是这种事啊 让人就是觉得无法理解 你说他屠杀呢 啊 我觉得这些人 多半是心理健康方面 有一些疾病 热线法律顾问认为 啊 根据刑法 对未成年人 具有看护监护的责任人 虐待看护监护 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 除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造成重伤或死亡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马上您将看到 既会煲汤又能团账 帅气美容师 能不能占领你的小心思 广东那边房子现在有房贷的 有房贷的 大概一个月换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现在不到三千块钱 陕西西安留税席 蓝蹄十三花 您吃过没 那咱这十三花的话 是用一扎酱酒 是计量计量的 有六个两层 七个七个混血 孩子跑警察追 一大一小 为啥上演追逐站 小朋友当时骑得蛮远的 我们跟着一路跑 只有一公里多的路 葛洪药高 一斤药 营缩二两高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方时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葛洪药高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牌 葛洪药高 葛洪药高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方时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正适合 葛洪药高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 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高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请维本 人时生活全品的有机商城 分选全国三千余款有机好物 所有在售有机商品 均具有有机权威认证机构 颁发的有机证书 200至500项以上的农药残留 检测为零 由辽宁省医疗保障局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联合指导 14家保险公司 共同承保 辽宁省首款省级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 汇疗保诞生了 129元保一年 可想最高达301万的医疗保障 汇疗保 低保费 撬动百万健康保障 全新守护万千辽宁家庭的幸福生活 营养精品自然生长的海参来了 美金10到12头 原价398元 秒杀价338元 三斤半 原价1350元 秒杀价958元 仅限今天 快来抢购吧 123 165 海链 她新年又来了 对链那全是好书法 福字还就是那么大 重点全是免费的 大海兄弟福袋又来了 一点心意送给咱爸妈 各地朋友 您就亲号吧 互动扫码 现在开枪了 我想去朝阳啊朝阳啊 找我找你呀 大早小女儿 你准备好了 去分析呀分析呀找你呀 小事羊汤呢 可是馋了一年了 我想去 互动啊互动啊 找我找你呀 这家大王想的大白夜 一波蹲不下吧 去锦州啊锦州啊 撸串啊 我请客老三买单 都来吧 你这五圈圈 登龙活把的真假呀 你咋还质疑我呢 我质疑了吗 来就完了 老二聊 聊A聊B聊C聊D 聊E聊波 聊哥 聊喝 聊高 聊科 聊乐聊摩 聊哪聊波 全省各地 不管哪个地 只要强太低 我就立刻发快递 我想去盘建啊盘建啊 找我找你呀 那和谐大米刚刚定了呀 去呼吸那呼吸那找你呀 驴肉蒸咬我一口能吃嗓 我想去葫芦岛 葫芦岛 找我找你呀 水中的水豆又嫩又花 去岸山那岸山的找你呀 大海热线 新年福袋 送你啊 啥小人 啥也别说了 等我就完了 指定到位 海哥 我跟你说啊 这个双十一让我过的 直接干进去 俩个工资 我跟你说 我啥也没买啊 就往我脸上花钱了 什么这个黑眼圈 这个戏文呢 没少花钱 我要说女人就得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但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 你买那么一大堆化妆品 你涂啥 你急啥呢 我能不着急吗 我跟你说 就我这手一抖 手一慢 咔 秒没秒空 就以你这个人条件 我告诉你啊 你就今天你要等着 贼拉爱你的男嘉宾 但反你要是等一等 绝对钱包还能省 众里寻他在何处 贼拉爱你 靠得住 我是耳听八方 眼观六路 能说会到贼拉能闹的红娘梦瑶 周深大事交给我呀 您就瞧好吧 我贼拉爱的爱你 众里寻他在何处 贼拉爱你 靠得住 我是你的红娘梦瑶 各位姐妹们可注意了 今天这个相亲嘉宾呢 在美容院工作 要是跟他谈恋爱 像咱们脸上这个痘痘啊 黑眼圈 眼带 这不全解决了 赶紧走吧 这房子你租的 对 自己租的 多少钱呢 一个月 月租金1,200 您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 目前就是8000到1万 这么个范围 刘云路 贼拉爱女男嘉宾 年龄31岁 这月是女儒师 现居住在沈阳市皇宫区 别看云路目前在沈阳租房 但是人家在广东佛山 可有套房 那边的房子多大的呀 98平 那个广东那边的房子 现在有房贷呢 有房贷的 大概一个月换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 现在不到3000块钱 能攒点钱吗 能存一点 虽然在外买了房 但因为放不下爸妈 一年前一路决定 从广东回沈阳发展 我父亲做运输 我母亲做福报 都负贷 现在也是不需要你们贴补 不需要 都可以自己 父母都有收入 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维持自己生活 没有任何问题 云路现在生活安逸 没啥压力 就差一个知心人过小日子 我主要是在乎性格这方面 就是性格我希望能开朗一点 你其他的工作 比如年龄 收入这些 要是四个线的话 就是25到我31 我觉得比我大两次 我能接受 只要负担不太大就行 这说实在的 因为我现在的收入 本身还有房贷要管 即使将来1比1 就是在沈阳换了 那肯定也是 在沈阳这边是富的首富 然后的话 就是因为我这个年龄 也摆在这的 可能婚后要不了多久 可能就考虑要小孩的计划 所以现在房小孩 这个也是一比 就是对一比开交 负担摆在这 精打细算 目光长远 对象还没影呢 直接想到孩子了 不过同时医美行业多年 猫担心 他会不会外报协会呢 医疗美容 具体是做什么 就是做轻衣美方面的 就是光电领域这个板块 就是专门做一些 像激光美容啊 然后还有一些 像那个碎盆之类的 声波之类的 这种仪器的操作 我这么想 你可能会接受很多 比如说好看一点的姑娘 那你对外貌有什么要求 是这个 是接受女孩 其实比较多一些 但是不是说 没有说接受女孩 多了就要求很高 没有这个没有 要求不高 咋还单到现在呢 才知道着急啊 不过梦瑶坚信 会煲汤 爱看书 能谈唱的一路 发成错不了 如果一百分满方 我觉得我至少还能 打个八十分 因为我没有什么 不良的业余爱好 就是不抽烟 然后酒的话 我也只能喝点啤酒 别的酒都喝不了的 然后游戏我从来不玩 就是你看我电脑里的手机 里面有任何游戏的 我的爱好就相对来说 一个是盘弹吉他 再不然就有时间的话 我喜欢出去旅游 所以如果将来 有另一半的话 我希望就是 两个人能一起 不能说走一遍全世界吧 就是把全中国去走一走 那个永恒的夜晚 十七岁种下 你为我的那个夜晚 让我往后的时候 不到有感到 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海哥 这小伙真不错 你说要是哪个姑娘 跟他在一起 是不是那就得青春永住了 这事让你一说 好像嫁给他 像吃了唐僧肉似的 永久不老 不 咱倒不是搞得像 光图美这个事 但是咱说这小伙 正经是不错 姐妹们 这好男人啊 咱就得赶紧抢 谁要是乡中这小伙了 赶紧和我联系 0242318732 战线啊 别着急咱多打几遍 虽然没吃着糖层肉 但是我这个好东西 还是得介绍给大家 大连海参 营养啥的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 咱就说这个头 是吧 海参很多 这个靠谱 大厂家 吃海参是为啥 是为了补补 你要买不好 反而就成烦了 现在正好是吃海参的好时候 各种小营养 咱就补起来 这好是好 我也不会发 也不会做呀 啥叫开袋及时 啥叫把方便营养 带给家人 不管你是熬粥 拌凉菜 炒菜 还是说撈开了 这个扯开之后 直接走 十分钟只定上桌 没有健康 其他啥也不是 所以来吧 家人们啊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有一个北方嗨购 这么个选项 便宜营养的即时海参 立刻开下 一斤三百来块钱 买三斤送半斤 买五斤送一斤 真挺合适 您现在就下单 产地直发 包邮到价 提到这个闪心呢 咱们大家伙都知道 这面食那是相当有名 哎呀 新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 这个羊肉泡馍啊 凉皮啊 臊子面啊 等等等等 不过今天要跟大伙说的 这地儿 不光吃的东西有名 这做菜的师傅们 那是更出名 有一位网络博主 叫做西安女娃莎莎 那现在那可老火了 去了陕西省西安市的 蓝田县 参加了流水席 这蓝田呢 还有厨师之乡的美名 当地吃席 也有一套经典的特色菜 叫做蓝田十三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安女娃莎莎 我现在在蓝田 蓝关古镇这边 来参加小伙伴的婚礼 但蓝田不光是山好水好 而且这个也是厨师之相爱 蓝田的厨师 也是预想全国的 那今天呢 现在就来蓝田 尝试一下他们这边的九席菜 怎么样 十三花 到底是不是十三个菜啊 我现在数一下 你看现在的话 上了五个菜了 有牛肉 鸭肉 还有这个皮蛋 腰果 芥菜 黄豆 那咱这十三花的话 是用美丽沙酱酒 是计量计量 六六个粮菜 七个七个混菜 你看这个芥菜黄豆的话 黄是黄 绿是绿的 看着都特别的新鲜 这个牛肉是特别的酥 苦菊 凉拌苦菊 下个火 你看虽然是农村条件是比较简陋 但是我觉得这个菜 不管是味道还是行啊 真的不输酒店里面的菜 你看现在热菜已经开始上了 有一个清蒸如鱼 还有一个干扁辣子鸡 现在上了一个清蒸炒肉啊 其实刚刚炒菜的时候 现在都在锅跟前看到 那个大黑铁锅啊 吃得起来美的粉 一次这些全部上了 这个笋很脆 换种人都死面肚子 一顿不吃面子鸡的话 在这吃就活动一饭 所以下午一会摸了 往下几顿里 这个粉车肉看起来还没了 这要咋么吃 你看这个现在是磨小肉大了 这才是蒸了花点的肉加磨 这肉虽然看起来肥啊 但是吃起来是肥而不腻的 来 难抢着锡 你看刚刚那两个小狗 都在这边抢着吃呢 12个 12个菜了 现在这个是第12个菜 是蒜苔炒肉啊 最后一个菜就是灰三鲜 你看以后吃锡的话 就要跟这些 叔呀 姨呀 哥呀 坐到一块吃啊 跟咱们的小伙伴 坐到一块来抢着吃的 那一上来光是空盘子 现在都是文明知习啊 嗆着吃才像啊 最后一套菜就是丸子 会菜啊 这个有个肉丸子 它也寓意着 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油锅豆腐啊 还有木耳丸子 吃起来特别的鲜 一上的话 我们今天吃习就已经结束了啊 要起习了 但是我们菜还没吃完呢 你看有些地方啊 我们农村 要不那个在酒店里面直接吃 要不的话就是请着服务队啊 一条龙的坐着下来 但是在蓝田这边的话 你看谁手一抓都是大厨 你看在这边的话 不管是大厨帮厨 还是来帮忙的 都是这边的乡党 你帮我 我帮你 你你之间的话 也是互帮互助的 而且这样的话 也是特别的省钱 今天这个十三花的话 现在已经吃完了啊 我觉得整体的口味 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 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肉菜太多了 现在人都吃不动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十三花搭配的 荤素搭配也是比较合理的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十三花怎么样呢 海哥怎么样 这流水席看完了是不是 过瘾 跟你说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肉太少了 就我喜欢什么类型呢 我喜欢十三个菜里面 十二个都得带肉的 那吃起来多豪豪 多感劲啊 我就特别配合像白羊这样的人 好吃能吃 关键他吃完他不怕 就是个吃货 刚才这段的流水席 确实是上了邓字了 不怪人家叫厨师之乡 那是不是浪得虚名的 下面是一段广告 广告时间不短 各位高低忍一会儿 广告之后来看一段怪事 马上你将看到 孩子跑警察追 一大一小 为啥上演追逐站 小朋友当时骑得蛮远的 我们跟着一路跑 得有一公里多的路 大家好 我是铁峰 我来做本期的好物推荐官 在市场上随便一款鞍糖 一个月都得三四百 本档给大家推荐的是 大厂家生产的鞍糖软骨素钙 可以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 护关节增加补密度 原价一盒是120元 现在只要33元一盒 除了这个超低的价格 我还为大家争取到了 买十盒鞍糖软骨素钙 也就是100天用量 额外还送您三支价值 218元的鞍糖霜 这个鞍糖霜呢 就是外用鞍糖 对疼痛部位可以外用涂抹 透皮一起收 配合内服鞍糖这个黄金组合 可以说是内外双补 好用一起收 这么算下来 一个月99块 每天三块三包钱 鞍糖加鞍糖霜 全解决 只有300组的福利 想省钱的各位 千万别错过 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赶快参与鞍糖 这个鞍糖软骨素钙 每100克含钙高达 10.72克 更有6种骨元素 全面修复 再加上万用透皮 一起收的鞍糖霜 这么多东西 一个月也得600左右 现在您只需要99块钱 解决一个月的量 每天只需3块3毛钱 就能给自己 给爸妈 一个说走就走的股健康 本当买10盒鞍糖软骨素钙 也就是100天用量 额外还送您三只 价值218元的鞍糖霜 只限300个名额 库存正在逗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 分别的键 跟着我一起 花低价想好 生活中有困难找谁 肯定找警察 那还要说吗 当爹妈的 有没有从小的时候 吓我孩子 干啥 好好的 要不然报警 我让警察您抓住啊 你说就是我妈吗 所以说很多小孩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家长别瞎吓唬 容易烙病根 见过警察抓小偷 这警察大街上抓小孩 是什么情况 一个小朋友就来我们店门口 来玩了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 我们问的旁边几家店都问的 然后没人说认识 然后就报警 换样子 孩子是个扎给你走 可惜够的是 警察叔叔到了之后 孩子反而哭了 这人想不到的是 他随后跨着自行车 玩命地蹬了起来 小跑 跟着小朋友 一路保护 小朋友当时骑得蛮远的 我们跟着一路跑 得有一公里多的路跑了 巧的是 追逐途中 遇到了找孩子的妈妈 民警顺利将孩子交还 原来 孩子是趁妈妈上厕所的辜负 自己跑远了 可能有一些家长在平时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都会提 如果你不听话 就把你让警察抓走 然后现在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在平时教育中不要这么教育孩子 而是应该说 有困难要找警察 你看这小孩刚刚登那个自行车 小自行车的时候 那登那频率 我跟你说 再快点都冒火星子了 可不是吗 你说给咱警察输入证都挺无奈的 所以说这个家长啊 真的不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是老拿警察去吓唬 因为警察是正面形象 是吧 你拿点什么大妈猴子 那也不太好 反正我们小时候是 这个老人警察 我告诉你 在咱们那天 让大妈猴子给你抓走 反正长这么大 也没看着妈猴子 反正一定要注意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小孩是无知的 是吧 所以一旦要是教育偏颇了 那真有危险 他都不敢报警了 想要关注更多精彩资讯 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